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百科讲坛第238期 那么上周的第237期呢 本来也没什么 还提前了 而且由于提前了呢 导致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上的都略有下降 这么一部粗之滥造的作品 竟然拿到了500多个赞 6000多个币 这个世道到底是怎么了 这绝对有问题 而本周一的时候做的那一期百坑讲坛零 不管是质量上还是在时长上都非常的上乘 这么好的一部作品 它的投币数竟然只有5000 点赞数竟然只有4000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我在这里要好好地批评一下你们 请你们拿出你们正直的面膜来 好的作品才值得你们去点赞 投币分享收藏 明白吗 所以说 就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差距来看的话呢 本周一发布的那一部 零 应该值得你们把点赞数点到1万以上 而接下来要给你们放的这一部作品呢 起码点赞数得有2万吧 不然的话我也只能退隐江湖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好的 那么闲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作品 好的 第一局是一个神诸葛 很久没有露面的神诸葛 马超跳反了 这边算是有跳过钟的钟摇 那么这边有个袁绍 这袁绍的身份就非常暧昧了 怎么对付这个袁绍 当然了 不排除这个钟摇是装身份的可能性 离点给忘戏了 翻掉了黄昊 木马送张闪 杀一刀过了 怎么放 不保这个曹丕 而是大悟了钟摇跟我们自己 这样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就怕曹丕乱翻 这样子是可以的 这样子可以的 众所周知 曹丕主攻 遇到袁绍的时候 忠诚 比较好的打法呢 是送死给曹丕收牌 但是呢 之所以要送死给曹丕收牌 并不是因为送死给曹丕收牌 有多么了不起 或者说多么的好 而是因为如果你既想保自己 又想保曹丕的话呢 你要消耗两倍的闪淘酒无限 那这个是做不到的 只能保一个 对吧 那如果要是我自己能保住自己的情况下 曹丕的翻面可以翻在我们民中身上 那倒不如不去死了 那倒不如不去死了 只要有适当的酒淘能够救曹丕 有淘根无限能保曹丕 然后曹丕的翻可以翻在我们身上 那就不如不去死了 所以说主事长的思路呢 没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曹丕盲信袁绍 翻面都翻在袁绍身上 那就完蛋了 首先我们看到 李典死了已经是内奸了 也就是这袁绍很有可能是个反贼 这边黄浩一个会声 还给袁绍额外摸了一张牌 这下怎么办 那如果中瑶跟神诸葛是两中的话 袁绍就是反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我们赶紧无限曹丕 暗示这个曹丕不能再翻这个袁绍了 不能再翻袁绍 但是袁绍忽然杀上了黄浩 这就不知道了 袁绍不设杀黄浩 那就是袁绍中 中瑶是装身份的反 那这局就赢了 但是事情跟我们想象的还是不一样 首先袁绍根本就没有逃旧人 其次中瑶在救曹丕 那就是袁绍是二逼反 知道什么叫二逼反吗 这个就是二逼反 这个就是二逼反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忠诚没有办法给曹丕收牌 但是曹丕所有的放逐 都可以翻在忠诚的身上的情况下 效果是怎么样的 这个袁绍浪费了多少张牌呢 浪费了一张连弩 两张杀一个人王盾 算他再多一对 或者两对啊 算他还能多两对 但是呢有三张牌是曹丕送的 一进一出差不多 对吧 一进一出差不多 事实证明袁绍没有机会 如果两个忠不会被射死 草坯的翻面都能翻在 都能正确的翻在忠诚的身上 袁绍反的没有机会 那袁绍内呢 袁绍内更没有机会了 忠诚射不死 袁绍内怎么可能有机会 袁绍内更没机会了 袁绍反也没机会 但是 袁绍反比袁绍内有一点好 袁绍内必须射死全场才能赢 袁绍反的话呢 射死主攻就能赢了 但是袁绍反又少三张牌 因为袁绍自己是反的 自然少三张牌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 可以深入下去一个话题 就是袁绍内奸 发现自己没希望了乱射 然后意图射死主攻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假设一下 假设一下 看一下那个场上桃子的情况 很遗憾 还是有好多桃 当然这两个人动过了 但是即便是动过了 也不至于有那么多桃 对吧 这绝对不是三张牌可以弥补的 所以说 我平时经常说这个 草皮主攻遇到袁绍 不明身份 然后你做忠诚的最好的打法呢 是给草皮收牌 但如果你能保证自己不死 而且不死的同时 还不浪费九桃无限 那这种情况下 你能不死当然是最好的 对吧 草皮就能够翻明中了 之前有过一局 草皮和戏制裁的局 就是戏制裁不死比死好 但是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 非常罕见 只有神诸葛这种才有机会 而且你必须是明中 就是草皮一定翻你 他不能翻错了 像刚才草皮就去翻袁绍去了 那翻错了嘛 那就完蛋了 第二局 第二局是一个魏妍啊 我们主视角是郭佳 这边魏妍是趁着这个机康跑路了 赶紧三刀啊 赶紧三刀 然后季康回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很爽 然后出现了连弩加南马入侵 赵云没有冲阵 看小乔的态度 弹伤害的 弹伤害的 无中给魏妍 黑桃给小乔 完美 非常的完美 铁锁连环 装腾甲火攻自己 然后怒吸两血 然后再吸 再吸两血 看起来很帅 对吧 但其实魏妍打得不对的 到这里魏妍就开始有问题了 魏妍刚才 腾甲铁锁自己 然后火攻自己 自然是很帅 对吧 问题是你血量还那么高呢 牌不够先杀小乔 除非他一张杀都没有了 除非他一张杀都没有了 你看他那么多杀 像是一张杀都没有了吗 不像吧 对吧 用都用不完 这个魏妍是直到自己没杀了 他想起来杀小乔 不对的 先杀小乔 先杀小乔 把牌弹足了 再打 因为后面还会再出铁锁连环 自然是两张铁锁连环 才能发挥这个火攻腾甲的最大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别最后小乔是个内奸 被他偷鸡了 所以要打得慎重一点 魏妍开始吸血了 小乔还谈不谈 小乔直接谈死赵云 小乔也打得很慎重 那可以 要慎重就大家一起慎重 那打到这里 就剩下一个徐士了 非常的帅 帅是很帅 只可惜魏妍没有打得特别好 倒是小乔跟郭佳这两个人 郭佳咱就不谈了 郭佳这个东西没有技术反量的 小乔玩得不错 小乔玩得不错 好我们来看下一局 好这局是一个马良啊 看到一个二号位陆逊 先拆陆逊 两张全给大忠臣 会不会是骗牌的呢 那看戏制裁身份 戏制裁 不跳钟 反贼 远魏张飞 偏钟 袁绍偏钟 司马懿偏反 莫志魏赵云偏反 直接跳反 那就信了啊 那就信这个陆逊了 那就信这个陆逊了 已经三反了啊 已经三反了 同气连之 不要客气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温润如 反贼竟然没逃救啊 当场去世 这边陆逊是 打不动赵云欺负软狮子 袁绍赤逃过了 向内奸 但是司马懿并不愿意放过他 于是乎袁绍气得托管了 你托管也没用 哎呦喂 炸 好强 你也许雪赚 但我永远不亏 本来我们是要吃九杀的 吃完九杀 我们还要吃冲振 现在九杀也不吃 冲振也不吃 没亏啊 赚了 没亏赚了 赚了赚了赚了 这绝对是转了 这绝对不是 这绝对是转了 那既然这个佐词 已经把鲁苏亮出来了 就赶紧弄死他 主视角是 不想开南蛮 因为开南蛮要过司马仪的 还要过赵云 这桃子就没了 那打不死就 就得那个 司马仪一看就没经验 这个主攻显然是 把杀出光了才开南蛮的 这时候连弩就没用了 怎么办 没办法 不过这个司马仪比较蠢 可以考虑八卦装了 再开南蛮 这司马仪比较蠢 可以考虑装了八卦 再开南蛮 桃子被偷了 很难受 八卦也被偷了 这边主视角南蛮入侵 也是给陆迅更好 但是可能是为了照顾一下 飞哥的情绪 对吧 不然飞哥会觉得 自己失宠 这边 这边袁绍是 这边袁绍是 找到了这个 一次爆发的机会 想救一下收人头 结果这个司马仪 还是不反馈手牌 把刀反馈掉 于是袁绍被宰掉了 而且张飞手里有明南蛮的 肯定是 肯定是偷手牌的 这司马仪就是不偷手牌 所以刚才真的应该挂挂挂阵的 而张飞打的也有问题 南蛮能直接过左词的 怎么可能不先开南蛮呢 打到这里已经是垃圾时间了 还有后招 接下来就是 看什么时候弄死司马仪 赵云也只有投降的份了 有闪电 得把这个闪电弄走 先火砂打一下 有顺了 这个司马仪死赵云投降的很果断 我很欣赏这样的玩家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 大家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 下一局 内奸啊 莫之为内奸 这边有个元素可以选 借刘备 借刘备 马良吃了一发天钱 借刘备 那么这个借刘备 如何 赢下这一局呢 我们拭目以待 藏是 乐马良弃杀 刘峰跳轴 乐马良弃杀 这个是针法 其实才是把牌给曹昂 没有给孙权 但是他绑的是孙权 绑的是孙权 有可能是因为 他给曹昂 有可能是觉得曹昂跳中内的 他给孙权 要被草召直接震骨掉 可能有这层考量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曹昂的身份就有问题了 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 这曹昂有可能是二逼反 乱乐的二逼反 那主持人要怎么动 这你可太秀了 你曹昂是二逼反 我们就直接把自己 打造成一个二逼反 直接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二逼反 还能有这么二逼反 因为世人眼中 曹昂可能真的就是跳内的 因为他没有杀流风 乐乐了个马梁 这个太秀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招数真的有用吗 果然是二逼反 这个曹昂 这样的招数真的有用处吗 曹昂连决斗都不敢放 不过 反正都信了 这帮人都信了 古丁刀没了 真的很可惜 我觉得刚才那个属性杀 也蛮可惜的 因为你吃了酒 哇靠 虽然说我们可以打属性杀 但最好是有酒有属性杀 对吧 这个布置牌也给我们了 那马良出来了 挺麻烦的 马良你自己也在锁里 这么多锁 这是要上天了呀 还无脑慷慨的这个曹 还气了个兵 到我们主持久要回合了 怎么打 铁锁联花 露出猙獰的面目了 这已经是跳明内了 这拆孙权干嘛 拆马良呀 这 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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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仓在的 仓没给闪 四拳也没闪 啪啪啪啪 死光了 这可太秀了 马良死不瞑目啊 然后再开个南蛮入侵 这秀是很秀 但是我认为打的不对的 首先前面没有虚报属性杀 留了闪就 就很有问题 要我肯定不留闪的 其次呢 马良只是两张牌了 一拆一火攻 可以直接看穿他手牌 对吧 你过拆孙权也没拆到闪 孙权还连着曹昂 你这样打曹昂如果直接慷慨 孙权闪 你准备怎么办 那你就只能赌孙权 故意不闪了 最后一拨了 刚才火攻的时候 是四色齐的吧 应该直接铁锁对面火攻 不过不管怎么说赢了 主视角给我们示范了一个 内奸如何跳二逼反 如何跳二逼反 骗取反贼信任 赚到小便宜以后 忽然翻脸 打一波的这个局面 这样 这局纪刘备还算有发挥 因为 马良就像一个肉变器一样 就是你 就是一个加工箱 就是你把这个 把冰箱打开 把大象放进去 然后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大象就变成了 那个糖衣炮弹 不过爆发的那回合 我认为 应该是拆马良 然后火攻看一下马良 如果 如果不是散 直接九杀打上去 对吧 百分之百打中 如果如果是散 你还有一次九杀孙权的机会 你还有一次九杀孙权的机会 好我们看下一局 听频道微妙者 顺策 顺策 可以转微为安 起了个闪 先标个钟 摩尔七四 亏的一匹 看到法针跳钟 总归是很不开心的 问记了一下法针 然后开南蛮 这什么打法 跳内打法吗 无中也不先开 还开两个南蛮 就是跳内打法 但其实跳内没有 这没有跳内的 这个这种内跳的没有意义 就你哪 就你两个南蛮开完 反对不会放过你的 这不会是反对刘七吧 啊 这不是是反对刘七吧 反对刘七 你可太秀了 这边应该都是反的 就刘七的身份不知道 看春哥的 春哥方万剑 哦我们要觉醒了吗 我早已做好了 觉醒的准备 这是免费成金 这法针九条争夺 我的天哪 那难道真的是刘七内奸 春哥是故意的 春哥是把刘七当队友了 把刘七当队友了 把佐姿当成敌人了 可是我看佐姿 应该是反对吧 还有一次深情的 现在是个谜 黄格顿 果然是佐姿犯贼 我的天哪 这佐姿是刑伤 佐姿这个刑伤真有趣啊 盾不装 桃源不开 陆迅突然杀蔡文基了 这什么鬼 他要收蔡文基 他想收蔡文基 蔡文基不给收 哇 春哥 春哥不要命了 陆迅想收蔡文基 蔡文基不给收 曹人是那呀 那忠诚在哪里啊 不会是陆迅冲吧 我怎么就不信呢 我怎么就不信呢 怎么选 你敢给刘七排啊 我佩服你的勇气 哎呦 你还真选对了 啊 那你既然选对了 那 那你怎么不乐春哥呢 你怎么不乐春哥呢 你也害怕是不是 啊 你也害怕是不是 是不是害怕了 这种嘛就别给了 反正觉醒了 说实话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连陆迅我都不敢杀 这杀陆迅要是杀出毛病来 可怎么办呀 对不对 这杀陆迅要是杀出毛病来 可怎么办呀 虽然主视角选对了 我觉得就攻击一下张正华 把乐贴张正华就好 反正张正华铁反 已知张正华铁反 陆迅留期不知道 那就让他们两个互相打去 对不对 把张正华乐上就好了 最后主视角肯定吓出一身冷汗 不然凭什么连乐都不敢贴了 至于 至于这个刘骑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知道 我没兴趣知道 哎呦 沈曹操 沈曹操 发现一只离婚铲 发现离婚铲了 你没有闪真的好吗 准备饭剑了 这边还有一个彪曹操 陶援跟闪 那就让彪曹操给我们受过吧 怎么办 忍啊 忍 忍 忍啊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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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忍 这边吕布去砍 声策了 然后貂蚕打我们也没打主攻 当然貂蚕打我们不打主攻 这个事情说明不了任何的问题 怎么办呢 拿个酒算了 声策打吕布 吕布打声策 现在都是不明身份 声策没有锁主攻 锁了这俩货 过河拆桥 这个是真反 过河拆桥 两拆 酒 再喝个酒 金策了 厉害 那我们怎么办呢 乐不思蜀 乐貂蚕 雷莎 雷莎吕布 我们算跳了半个钟吧 因为毕竟没有乐主攻 也没有杀主攻 算跳了半个钟 算跳了半个钟 锁石财 锁石财也没有拆主攻 开南蛮的 这个是真钟 那这次 必须要 必须要归心了 诶 锁石财你这么好的吗 当然这个桃本来 也大概率是我们的 哎呦我的天呐 前面还有个钟 不知道是谁 如果是貂蚕的话 那也没办法了 如果是貂蚕的话 也没办法 翻回来 趁机翻回来 扫清六合 好 这边吸着材 就随他去了 最好主攻射 把他们全射死 宇宙戏 宇宙戏 哎呀 主攻要信这个貂蚕 完了 难道主攻的意思是 貂蚕已经是尸体了 再强行归心吗 再强行归心 让主攻把貂蚕弄死 逃也拖过来了 故意 故意救一下 细致财跳钟 就假惺惺的跳钟 然后主攻一看 呦 神曹操忠诚 射第二发 中计了 这个袁绍啊 主师叫 这手打得不错 主攻一看 曹操是钟 好 乐不贴了 不贴神曹操了 他为了防止丢牌 所以提前把乐贴掉了 原来是吕布中啊 那孙策就是反了 主师叫 这一手将计就计 玩得很不错啊 玩得很不错 然后再趁机 翻回来啊 可以哦 我跟你说 你别看刚才那个 时间很短 但主师叫 主师叫无限细致财 那手是绝对的妙手啊 绝对的妙手 利用主攻 利用主攻解决到貂蝉 然后呢 匡骗主攻不乐我们 同时暗示主攻 戏之才死了 无所谓 你尽管射 主攻果然上当 主攻果然上当 这个就过分了啊 这个就过分了 你都尾赢了 都尾赢了 贴什么乐不四处 本来我很想表扬主师角的 对吧 能圈能生 可真是当汉奸的好材料啊 主师叫能圈能生 本来是当汉奸的好材料的 结果 最后竟然 这个乐不四处贴了 有点过分 有点过分 怎么说也是人家细致财 救的你 主攻送的你 对不对 玩内奸有时候也要 适当的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的 没别人帮忙 你能赢这一局吗 是不是啊 这个评价忽然骤降 忽然骤降 忽然骤降 哇四上枪 两反 骑手有万箭啊 很凶 拿套还是拿铁锁 拿铁锁了啊 很有梦想 做人没有梦想 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何时能了 已得抱怨 愿愿相报 何时能了 已得抱怨 愿愿精烈棉 何时能了 这排一般啊 很一般 这个 就 这个马超比较像中的 就打一下马超 或者说万箭启发的时候 他没有出闪 哎呦 又出一个南蛮入侵 又出一个南蛮入侵 中会这个爽了啊 一写两排 赛国家了 又来一个南蛮入侵 这每次最后呢 一下来南蛮入侵 但是 又来了一个角斗 中会手牌越来越多 好像差不多了 贴锁了 没了 一个顺手签啊 五谷风登 看能不能干掉左思 干掉左思 强开五谷也行 找连弩 哎呦 而且全是红杀 可以啊 转手就把虽然宰掉 宰掉再开五谷风登 再砍 这边有个五谷风登 可以考虑开五谷的 都打到这个地步了 就开五谷吧 反正后面还有一种 索性把这个中会弄死 这马超 把酒漏给中会的 马超估计是内奸 先把这个中会弄死了 再说 还是个反贼中会 好 酒杀干死他 这内奸 我还是马超没毛病吧 中会是跳明反的吧 他能把酒漏给中会 而且这货有闪不出还装玻璃心啊 牛逼 有闪不出装玻璃心 可以 那不对了呀 那后面一反一内 好像局面 这并没有 并没有太好 一反一内 后面 心才打我们 心才内 心才内 朱志反 好 我以为一波了呢 这下麻烦大了 这下麻烦大了 我们三难一 三难一万好像被我们开光了吧 而且现在南万 真拿到了也没用了 连锁也没了 铁锁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没了 全都没了 全都没了 能不能打死 打死了这局道简单了 打不死 这陆逊 我们现在逃还挺多的 有火攻 难受的一匹 这陶必须持 这个路径打的是有点差 但是没有办法 十军略了 好歹能放个大 拆了藤甲 大忘息 哦 搞死了 可以 这战火放的挺果断的 这波的输出打的不错 战火放的很果断 杀掉 不过的确过河拆桥 又浪费了 因为战火本来就能把藤甲打掉的 所以说这个陆逊打的不行 这一局呢 陆逊 帮忙打了一点输出 基本上是靠主视角的爆发影的 最蠢的就是那个马超了 主视角打死马超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五股风的让九 这个太明显了 是我我也打死了 刚才不能利用战火去烧藤甲 烧藤甲不行 战火只能把藤甲打掉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想战火烧藤甲的话呢 有一个办法 就是一堆人在锁里 有藤甲的人 你不要去战火他 那么这个人就会 被战火的火焰伤害连过来 就会造成两点伤害 你想利用战火 来 以藤甲为起点 那是不存在的 这是战火最大的缺点 战火本身 想直接烧两点以上伤害 是不行的 只能间接烧 主视角是个神司马 过了 前面太子斯打得很伤 九火杀 这么小点支霸 强行地盟啊 这在胡打吧 这个鲁素 把一张非常宝贵的伞 拿去支霸掉 还把中缺雨扇给扔了 就为了这么定一下 鸡咖是什么牌 你也不知道 孙策手里的牌 也不是什么好牌 你就这么低调了 而且鸡咖还是个中乐的 这不是扯淡吗 然后鲁素自己没闪 这两个人没怎么动的 但是远位 草王肯定不是好人 王姬开南蛮的 反对王姬 反对王姬开南蛮还有空杀中贵呢 来了个桃 我们拿个酒 其实已经有两张酒了 酒要那么多也没用 当然不能把酒漏给鲁素 这个酒其实我们不想拿 想拿个火鲨的 过河拆桥 闲音之妙 近在无心 雷沙闪 弄吃两头 真牛 有杀吗 没有 要制衡了 酒玩杀 把鸡抗剁死 还给了曹昂 这南蛮可以开的 这个时候留南蛮连破 不如先把南蛮开连破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场上有人一写 那么你要留南蛮连破 等下回合的时候 开南蛮再玩下再连破 这个时候全场都是凉写的 开了南蛮以后 也不会有人死 就把南蛮先开掉 因为忍当时还多 可以多摸一张 这样可以留别的牌 比如说 比如说南蛮入侵 你还有可能连到什么 铁锁连环之类的 这种时候肯定是需要 铁锁连环的 你不会亏牌的 因为忍用成牌了 你还是可以变成 就是你这回合再摸牌 肯定不如上回合 把牌摸了算 这样你等于可以 额外留一张牌 现在留了南蛮入侵 就亏了 而且这个局要想破局的话 一定是要尽量多过牌的 这个找铁锁吧 直接杀太史词不行的 不能直接杀太史词的 如果太史词反可以 世中你怎么能这样打呢 你拿两个人去杀掉太史词 没有牌回首 连破以后下回合 拿什么打呢 拿什么打呢 你拿什么打死这个鲁锁 对吧 而且上回合也没制衡 现在怎么办 就这么点玩意儿 强行铁锁连环也没有 人家有曹昂在的 强行天要王你 这个还不如杀鲁素呢 鲁素手里是名的那个麒麟弓 还不如杀鲁素 这主视角是怎么料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呢 我真是佩服啊 真是佩服啊 这边王鸡反正爆没闪 但是九杀是要九杀的 九杀要九杀的 看来这波是成了 从来又逃 所以杀鲁素也杀不死 杀鲁素杀不死的 从来看看逃给鲁素 自然就杀不死 青红刀也没用 打到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慢慢的欣赏主视角表演 怎么把他们一个个弄死了 再顺 然后再万剑 不用担心 直接万剑就行了 反正打一波的 打一波的 这为什么不 激略呢 这个不激略是不对的 因为激略了以后 就是 就是 极致了以后 有牌摸回来 摸回来这张牌 如果不是好牌 你再扔掉 忍就回来了 只有当已经没有人 发动制衡 或者没有人 发动完杀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不激略 否则就激略的 这边草花的牌 也没怎么用上 先丹门 再杖八 一波打死了孙策 这是一回合 直接杀掉七个 很帅的 也不能说是一回合吧 一口气杀掉了七个 其实是很帅的 但是 你们想一想 杀太史词 那个回合 是不是很有问题 杀掉鲁素 是不是过于巧合 你说 该不该极致 这种非常细节的东西呢 谈不上 要批评主事教的地步 反正自己注意就行了 除非忍 已经没有办法 发动制衡了 或者忍 已经没有办法 发动完杀了 否则极致你就放 放了 如果摸上 那是废牌扔掉 牌就 忍就回来了 那杀太史词 那次是绝对不对的 如果制衡完以后 没发现铁锁连环 就不要动 因为当时的嘲讽 一定在那个 马上要觉醒 而且有很多手牌的 中会身上 鲁素活着 也会去地盟中会 反正要活着 也会去打中会 如果找到了 铁锁连环 那就中会 鲁素一锅端 是这么玩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一局呢 好看是好看 但是呢 也谈不上 是什么正面教材 下一局 好 这里是一个孙策 莫之文 一般来说 孙策中 都是没办法用的 但是 孙量主攻 例外 孙量主攻 例外 孙量主攻的话 孙策很强的 这边直接砸了 神曹操啊 你这性可真是大呀 好强 直接被撸空了 反正都默认 我们是中了 已经啊 先人之力 朝于世间 已经默认 我们是中了 是灭剂了 这下尴尬了 这下尴尬了 我们裸了 完了 无血 无血 你能救得回来啊 一个 两个 再掉两血 三个 四个 李如傻了 再决策一下 五个 李如傻了 李如直接傻了 无血 无血 你能活下来 啊 这只有神曹操能做得到了 这种事情 张松忠 厉害 那神曹操内啊 神曹操内 还蛮麻烦的 17排神曹操 故意装八卦阵 引李如来决策吗 这么骚的吗 啊 这盾被孙量剩掉了 也好 我们不需要这个盾 这刀杀人 挺好 把这个 左破掉 没有啊 哎呦 这神家一装了 那也没办法 也好 这样 这样打也行 砸死也行 不过这个神家一装 后面排出不了了 真决策啦 哎呦 这神曹操 这神曹操 其实很像内的 被反内坑死了 被反内坑死了 反内互坑 这个是 这个是反内互坑 哎 你过分了张松啊 不会张松内吧 这万一是身侧内 你怎么办呀 要么张松内 你这杀 曹操是不是杀得太果断了一点 这要是个孙策呢 你把 你把神曹操中杀了 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 这里应该 这里应该阴魂 阴魂张松了 这孙量用不了牌的 这孙量神家一装 用不了牌的 其实神曹操真的很可惜 他连无限都有 如果不是反得乐他 一定是他赢了 张松崩死了 怎么办 孙量你 孙量一看 哎 我怎么出不了牌啊 我怎么出不了牌啊 我为主上出过力 这边我跟你们说一个很扯淡的东西啊 就是孙量呢 虽然 虽然他出不了牌 但是他是有办法打牌的 这个牌要怎么打呢 这个要好好分析啊 诸葛连弩 两张杀 三张杀 一张伞 对吧 可以 用这个 杖八 可以用杖八 把这两张黑杀打孙策的人王盾 然后换上连弩 这样可以弃二 就可以砸赵云了 弃三砸李如也行 如果有九的话 假如孙量手里是个九 就弃三砸这个赵云跟李如 就把李如砸死了 这样子直接弃牌就只能摸牌 只能摸牌的话可真的不行啊 只能摸牌的话可真的不行 这留一张牌过太危险了 这孙量肯定是没有搞不清楚技能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思考怎么利用手上的牌 把牌清掉 然后砸赵云或者砸李如 然后把这些牌全部浪费掉了 还好这李如跟赵云没有牌 所以说孙量这个武将呢 神嘉一不能乱装的 神嘉一不能乱装的 能不装就不装的 刚才不装的话呢 还是很不错的啊 南蛮入侵 赵云要死了 这就是失败的滋味 逐鹿中原 成我霸业 对这边前面孙策 阴魂孙量是可以扔加一的 所以说阴魂的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孙量没有丢 所以说孙量打的有问题啊 孙量打的很有问题 一看就是技能完全不会 就随便看到个孙量主 就选了 如果孙量主你单力军的话 那还是不行 单力军的强度还是不够 绝对不够 所以说孙量是一个很有技巧性的武将 如果刚才孙量愿意扔加一是一回事 他能够利用杖八跟连弩 把手牌清掉 然后去砸人 也是一回事 这两者都不错 都可以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 顺量的发挥啊 只可惜这次我们只看到了孙策的发挥 这边大桥起手没有动 但是他气的红杀又气的黑杀 气红杀又气黑杀 其实大桥挺像反的 但反贼却盯着他打 我觉得反贼这样针对大桥不好 有可能大桥就是断方块 然后懂得二反不能随便杀孙策的这个道理 你想你看这个局是不是所有反贼都在前卫啊 反贼都在前置卫 如果大桥是反乱杀孙策 那孙策不是闭着眼睛觉醒啊 当然如果大桥是内或者是个断方中 就当我没说 好了不用看了 已经跳三中了 跳三中了大桥就是反 这个大桥真可怜 所以说路人局孙策主还是挺强的 你二位反 你二位反弃杀反的还能来砍你 你二位反不弃杀杀孙策 后置卫的组 后置卫中的直接送孙策觉醒 他丢了个方块杀对吧 是红桃杀吧 我看仔细一点啊 真的是个方块杀 我以为是个红桃杀 那就是大桥的问题了 我乍一看以为是个红桃杀 那大桥的确问题很大 估计是卡了 或者技能不会 因为他发现 怎么跟标大桥不一样 标大桥不是点国色 然后点手牌点确定吗 怎么选这个借大桥 还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加起来十几个汉字 我又不识字 怎么办 大桥 这个小心了 这孙策要吃两刀的 这里跟大家科普克塞尔 就是当杀有多个目标的时候 我们杀的福王后 福王后求援了孙策 那么讲道理孙策 就福王后求援了孙策以后 是不是应该 孙策变成第一个杀的目标 因为孙策是最后一个目标 对不对 但是不是的 不是后来先到的 这个道理 完全是逆时针结算的 太史词也是一样的 太史词也好 方天也好 你指三个目标 你最后一个子吕布也没用 就是逆时针结算的 所以孙策要吃两刀 有点痛 很痛 孙策你真没有 真没有可就有点贝了 主视角这个联姻倒是 不是这个剑影倒是挺完美的 到现在还在完美剑影 其实已经不错了 可能有人对此有意义 你还敢动吗 不敢了 再杀生策可能要死 以及求淘求到吕布了 桃园更不能开过了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 决斗可以缓一缓 决斗可以缓缓 让福王后不敢求淹孙策 然后再决斗孙策 那是最完美的了 这道厉害了 又打死了一个 然后决斗寸斗浪费掉了 这边阴魂珠环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种应该八排的 怎么说送你觉醒的人是举兽 拿桃救你的人是吕布 对吧 这两个人里面敲一个阴魂 或者索性别阴魂 就反阴魂 还真是珠环内啊 很麻烦 珠环内的话挺麻烦的 赶紧开桃园 前面桃园继续杀福王后 也有道理 桃园 杀福王后 福王后求援孙策 大不了就不杀了 他不求援就往死里杀 也是一个打法 这边防止中两刀 防止中两刀 开始了啊 这个珠环 当然了 这一下你可以说 有可能是来坑中的 要以观后效 看他是不是真的铁了心 要做死太监 刚才那一下都有可能是反向坑中 这火攻厉害了 哎呦 吕布很争气啊 桃真的多 屏扣直接砸身策啊 果然是个死太监 就这个珠环能有惊天 也是因为祖宫阴魂了他一波 对吧 所以说忘恩负义的人 就是这么多 这个局 这个局的确是赢不了了 那怎么办呢 砸死真机 然后投降啊 最快 最快打法 很快很快的 砸死真机 投降特别快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 节约时间这种屁话 砸死真机 然后投降最快 而且还算挺体面的 这种人就 不配拥有体面 最后是真机 举起了他的内裤 得到了体面 这个珠环只能被千刀万剐 然后留下千古骂名 反正看到死太监 建议给我骂一个 下一局 所以说你玩 你玩三国沙卡了 被人打 你也不能怪别人 这个直接打向了孙上香 还怎么打呢 这杀不中的呀 有是非的呀 过渡直接挨了一刀 跳钟啊 还跳了个大钟 原来是因为手里有俩桃 不吃白不吃 一张牌都不浪费 够秀了 木马没有船 也有可能是内奸 就内奸如果骑手有俩桃 也可以这么打 反正是郭土 桃留着也没什么用 不如坑克反 这边都是反 这边这个佐茨舍不得 他的无懈可击 把这个徐树给放出来了 所以说曹仁 不是曹仁 这佐茨又可能是 不会吧 这是 这又是修罗难度扩展包 出来的新将 这个 这个也是隐藏的 就中途离开 难度变得又低了 最近这个修罗难度 真的没法看了 难度越来越低了 你看 免费制吧 赢了 赢了也 赢了也是弃牌 就森策赢了 可以不拿牌 他回来了 回来了 看来主视角 这个修罗难度 调的太低了 这一看就是用修改器 改出来的 用修改器玩修罗难度 你还不如玩普通难度呢 真的是 没出息啊 这边很尴尬 一闪一决斗 要我说不如 就不治罢了 留三张牌过了 还能多发发牌 当然了 主视角可能想的也是 如果没人砍他 下回合就可以 拿这张闪再去治罢 然后就能 开始连赢了 应该是这么想的 郭图这回合 木马是传出来了 那郭图跟左兹两个人 谁是内奸 真的不好说 主视角很刚啊 他要利用这个连弩 你看这个 南马如鸡不出杀 其实很危险的 这里应该防九杀吧 九杀要防的呀 这虽然还那么多派 你敢不防九杀 总算 安全挺过来了 这没必要啊 就一直杀 孙上香就好了吗 何必去杀郭图呢 真的没必要啊 把孙上香杀掉了 没距离 杀别人再杀郭图 也来得及 别最后孙上香 没杀死 我靠这 你看到喝酒 立刻托管这帮人 这都没弄死 你看麻不麻烦 还好 继续杀 这个倒可以杀郭图了 但是呢 讲道理还是得联姻自己 万一郭图室内 你准备怎么办 郭图室内不给你 你立马吃别 一写没牌 回合外直接吃别 看来是郭图室 所辞内了 主持久太大意了 该连的时候不连 不该连的时候乱连 但是这回和秀是挺秀的 我也不否认打的还不错 有些操作呢 那也是高级事务 这谈不上是低级事务 就不防郭图内 包括刚才有雷沙 忍不住杀郭图去试飞呢 这些也只能算高级事务 绝对不是低级事务啊 帐宝又送过来了 孙策现在是最强防御啊 最强防御 反对不敢惹的 有一个万剑启发 可以直接送孙策决心 左慈竟然这么怂 一共就那么一张简 扔掉了啊 索性换了 好给孙策 可以啊 很忠诚 不用求什么变赢了 木马也没有给郭图 而是选择给孙策了 不过如果是左慈内的话 这个木马自然是要消失的 这次是去英魂赵云 然后砍死孙策 砍死这个孙策 不吃桃你可太秀了 桃要吃的呀 这怎么可能不吃桃呢 这木马说没就没的 只是想想吃掉算了 不过 这回合感觉没必要强留账霸了 就能换就换掉了 看来是 看来那些是不打算跳了 那些不打算跳了 或者说那些觉得没机会跳了 就不跳了 准备投降了 有一次九杀的机会哦 你木马里放那么多牌 万一左慈内 本来人家左慈内都想投降了 看完木马里的牌 这个无险可击打得莫名其妙啊 郭图内 所以说 郭图内在干什么 郭图内最好的跳内机会就是 陆逊砍过来那一下 不要是非 陆逊砍过来那一下 不要是非 虽然孙策要醒了 但是陆逊一写零牌 回合外没有技能 废物一个 边上一个左姿也没什么能力 因为他翻着面 没有嘛 当时反的也没崩 对吧 引导反 就就想办法弄死 弄死这个陆逊 总归有机会 而且郭图跟孙策打可以打 就有句话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光脚不怕穿鞋的 就孙策虽然有英姿英魂很强 但是我是光脚的 对吧 我我无视你的英魂 就变成三排打四排了 就是三排有体力上限 就是有手排上限 打四排没手排上限 对爆 当然是孙策大优 但是总归有点机会 对吧 那这这么一玩吧 自然是没有机会了 最后没有什么悬念 让人觉得很失望 当然反贼的确是弱了一点 但是陆续漏了这么大一个破绽 你不把握住机会 你说这个多可惜 这次是诸葛克内监 孙策主 不这是孙权 这边 细致财 鲁素 挺凶的 看起来 铁锁连环 这个锁的挺奇怪的 锁了两个不相反的 不过总归是跳钟 对吧 这个是反的 锁了两个不相反 最相反的戒大乔 这个有必要打无限打成这个样子吗 那就是明桃咯 过了 闹了半天 这手牌是张闪啊 大乔来个非常秀的一杀二 热了戏子才过了 也没热我们 都忙都忙我们了 又不热我们 这个大乔的藤甲应该装的 大乔藤甲有什么不敢装的 帮主公解个乐过了 雷莎 闪万箭齐发 绣啊 下一步骑 我已经计划好了 分排 这个万箭齐发 肯定能把戏制裁的乐解掉了 基本上 因为戏制裁能卖两次 这万箭齐发对反的 也是很不友好的 这盐白虎就为了发动一个制造 强开万箭齐发 真的是很不应该的 三排我才了解一下 沈嘉一装咸鱼了 咸鱼了这竟然 你说他开万箭吧 也就算了 好歹抢了郭家一张牌 他竟然装沈嘉一咸鱼了 这个应该先制衡再杀 孙权这个武将 很难用 很难用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那个选择太多 太千变万化了 但是 90%的情况下 可以用以下三种 那个心法 第一种心法 能砍死人的 能砍死人 有反贼 有反贼的 有牌回首的 先打牌 收了牌再制衡 如果一定打不死人的 那么就先制衡再打牌 90%的情况下 可以用这两句心法 但是 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情况 像这种 杀一刀 一定打不死人 然后 就制衡了 武器也不制的 那肯定就是错误打法了 我都不用看他牌 我都知道他是错误打法 排被人递光了 这肯定要大之痕 怎么能留那么多牌过呢 哇靠 这孙权有桃没吃 有桃没吃 借孙权的加强呢 是全方位的 除了强度提升了一个档次之外 很多时候 等于是 武将的本身的性能 帮你做了选择 这个手机不错啊 这个必须就 不就打不过 这奥才很神啊 很不错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哎呦 我们知道这两张是啥的 有点秀啊 这边国家天然把牌给我 给我们了 不过因为鲁肃没牌了嘛 给 他可能觉得给戏之财 顺手都没有 索性给我们了 也要多亏了我们前面的救命之恩 但是我跟你说 国家这个 这个牌给了我们 就送内了 这两张牌太关键了 又看到一套 又看到一套 这戏之财 这戏之财宇宙的有点过分了 这牌竟然不给孙权 当然了 他仿佛知道牌队顶是决斗一般 一般来说是牌给孙权的 但他仿佛知道牌队顶是张决斗一般 这孙权咱们就不讨论了 他是完全不会用的 既然是个完全不会用的孙权 咱们就不用讨论他了 好 看主视角这回合如何利用这次的机会 顺手牵羊 顺骨钉刀 暴死国家 这叫什么你知道吧 这叫深恩斗仇 恩将仇报 孙权直接傻了 要两逃就才能救回来 下一步怎么办 砸孙权连死吸着财啊 很有想法 这样的话是不进兵死的 可以反手pass大桥 很帅 帅是很帅 但是距离怎么能扔呢 但是距离怎么能扔呢 还好来了顺手 距离不能扔的呀 距离怎么能扔呢 肯定不能扔距离的 诶 你不吃桃了吗 吃桃怎么能先装简衣呢 我刚想夸你 虽然打得狠了一点 但毕竟孙权有四张牌 防阎白虎一刀 问题不大 阎白虎也打不出第二刀 对吧 然后 这个时候手里有桃 肯定拿八卦阵砸的 肯定不拿刀砸的 因为这个刀要用来对付阎白虎的 这个局如果主持人家打得好一点 绝对是 绝对是可以压轴的那种类型啊 只可惜主持人家 打得虎头蛇尾 虎头蛇尾 而且那把刀真的很宝贵的 你想看 如果没有那把刀 这回合怎么办 假如没有出顺手 这回合怎么办 是不是没得动了 这个不应该吃酒吧 就打杀就行了 这个就打杀就可以了 杀死就杀死 没杀死就没杀死了 阎白虎如果有酒 前面肯定九杀孙权的 怎么可能不九杀 拆一个砸死 打得倒是挺干净利落的 前面杀国家 趴孙权 连死西智才 在反趴大桥 一口气杀死三个人那一下 真的打得很好 真的打得很好 又果断又聪明 充分利用武将的技能 和这个技能的性能 因为打死西智才那一下 没有进兵死 使得可以继续读武 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一点的 其实打得很好 但是砸掉刀 使得失去了距离 以及赤桃之前 先穿了简一 这些细节 使得对他的评分 骤降 本来是80分以上的 现在评分骤降了 这还不算完 刚才九杀 这个盐白虎 绝对是不对的 盐白虎有九 肯定九杀上去了 九杀盐白虎 如果被闪掉 你连趴盐白虎的机会 都没有了 因为你把手牌打光了 简一码趴不出去的 最后很可惜 下一句 观音瓶 这是个孙姿流放主 比较弱的那种 基于 扔黑桃的一般都是反 没有反过来扔黑桃 起牌了 龟枣 孙姿流放的这个 技能特别的弱 特别的弱 就是他那个龟枣 算是个防御剂 但是条件非常苛刻 比碧月还要弱很多 反贼皇 这是青牌等鲁素 青牌等鲁素 这又跳一个反 杀 铁锁连环 这边没有选择砸黄号 因为砸黄号有可能会 砸黄号的话 黄号是可以强行请请 强行请请 这样的话 我们的手牌就比黄号多了 我们手牌就比黄号多了 但是主视角还是漏算了一步 就是青龙刀回首以后 手牌跟黄号一样了 所以说应该拿闪去砸 但是拿闪去砸又很危险 所以这不好说 那及时就把闪出掉了 让鲁素不能耗施 还不错 看似砸马良很奇怪 也不是故意要占他便宜 这黄号明显 起手就是青牌 等鲁素那个耗施 现在不给你耗施的机会 但是也有地盟的机会 不过这个 左次的牌更少 三反齐的 好牌只用一次怎么够 四反齐的 难道是黄号内奸 黄号内奸想骗鲁素牌 来我看一下观察一下 那就死太监了呀 哇靠完了 谁 难道黄号真的是内奸 先标着吧 放大 这神操刀选择拿装备 把黄号的这个 古丁刀给抢了 当然这也是随机抢到的 但是他是拿装备的 我们就随时处于裸奔状态了 这没必要吧 给张杀有必要 有必要吗 这又不是给的什么稀罕玩意儿 果然是黄号内奥 神操操中 神乐神难 神桃 神操操要翻吧 又翻了 又抢装备 神操操这么喜欢抢装备 大血迹一波带了 强的一匹 好了全死光 防止这个 防止神操操使 内奸 把腾甲气了 这个 生死流放单挑 不算太弱 不算太弱 又翻面了 太逗了 生死流放这个武将 生死流放这武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真的太弱了 很少看到有发挥 现在讲不清楚啊 那黄号中 那黄号中 南蛮万箭都丢了 应该是黄号中了 因为这南蛮万箭开出去 反正弄死关于平时没什么大问题的 不会要自焚吧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哎呀 我为主杀 出国力啊 首先 没有证据证明 一定是 神操操内奸 也有可能是 黄号内向 装一装身份 其次 如果神操操有两个九桃 再周攻图补一下 然后 天过个乐 或者抽到无懈可击 出来了 你又该怎么办 最后 如果真的是黄号内奸 这局要输的 我跟你说 黄号内奸单挑可强了 黄号单挑是 幽貂蝉的 倾行比 就如果是 如果黄号单挑的时候 黄号面对的是主攻 黄号单挑是 黄号的那个倾行 这个技能是幽碧月的 而是幽碧月 比碧月还要强很多的 那种程度 你知道吧 如果黄号自己是主攻的话 那不强 那的确是不强 但是谁没事去选黄号主攻 这么弱 下一句 假斗 这次是非常著名的378居之顶房 这边主视角是落叶满长安 对家是他的背景兄弟 背景兄弟这次正好选了快的兄弟 所以说我们简化一下称武 给他简称为贝子兄弟 简称一下贝子兄弟 这边戏是 这边戏是才跳中了 我们也是中 那这边贝子兄弟肯定是反了 这也是反 很厉害啊 但是 关键看能不能尽快弄死话头 高端玩法 高端玩法 利用充分利用剑响这个技能 哇靠你这个 这这帮人 这帮人认出 这也就只有置顶方的看得到了 这帮人认出队友以后 就认准了队友以后 就是无所不用其击的发动技能 无所不用其击的 无所不用其击的这个强行高端 这个单铁锁是要打九杀吗 这是点错了吧 这是陆迅怂也是怂 我是陆迅直接发牌 九杀也有话托兜着 再说了 你戏指财一共就三张牌 你有本事就挂刀 打九打杀 我还真是真不信了 我陆迅发四张牌 吃个九杀也是当个国家 我亏个毛 对不对 我亏个毛 这肯定是点错了 这个戏指财 这陆迅是无胆匪累 真的是个无胆匪累 这边没办法 连弩收藏起来 把连弩收藏起来 不然被话托拆掉了 话托强拆 没拆到 没拆到 继续建墙 这边筷子兄弟很奇怪 这刀打过去 它是可以省时音的 但是呢 它没有发动省时音 这省时音跟队友配合最强了呀 对不对 难得碰到这么懂技能的曹职 这货不发动省时音 然后神家一装 变白板了 这毕竟贝子兄弟 我跟你说 我很少看到这俩货的投稿里 这个对方是 跟他就是哥俩好的 如果是队友 往往也就是 一个帮另外一个助报 如果是敌人 这当背景板 当的那个叫憋屈啊 不是被装身份秀 就是当白板 甚至有可能有措手 这叫什么 这叫真正的兄弟情 这毕竟是贝子兄弟 所以说 卧槽 这下爆炸了 这你知道一写几牌吗 望戏两张 放逐三张 宋威一张 天度一张 还有筹策一张 或者 或者 天度一张 或者天度一张 筹策两张 这他妈无敌了呀 好了 好了贝子兄弟 没有你发动的 发挥机的机会了 技术才开始给我们摸牌了 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杀别人的摸牌 决斗别人也能摸牌 别人杀他 他能摸牌 别人决斗他 他也能摸牌 他可以让自己摸牌 也可以让别人摸牌 这边 猪狗蛋已经吓尿了 打得很有章法 该忘戏的时候忘戏 不该忘戏的时候 不忘戏 雷莎 不忘戏 还有一张火杀 这边是张火杀 我看到了 有点帅啊 有点帅 哇靠 二十多张了 贝子兄弟临死之前 发动一次技能 那么问题来了 绝世的荣源同学 现在 落叶满长安 发挥的这么好 你发挥的这么差 你还有失误 你怎么能忍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 落叶满长安 上次是来送魔法书的 你送的是高能预警 这高下立判 你知道吗 想把面子挣回来 虎牙一号 然后 落叶满长 你想在某些人 送了虎牙一号之后 把面子挣回来 那就只剩藏宝图了 如果一个藏宝图 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是两句了 下一局 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薛宗 非常非常少见的薛宗 第一发迅捷 诶 不放啊 这玩意儿是可以不放 但是不放的话 他是没放啊 他是没放 放的是有 放的是有配音的 他应该是没放 没放 你可太秀了呀 这个曹人直接上 上琴蜜了 这个是反 这个也是反 直接上琴蜜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套路 送藤甲 曹人不肯装 开陶原 反得跳起了 但是曹人直接上琴蜜 有点逗啊 过河拆桥 顺手牵扬 雷杀 点将军 比比看 谁酒量更高 橘子被打掉了 这应该 这其实是砸这个陆迹更好 砸陆迹可以把陆迹的砸 这个橘子砸掉的 就把他橘子砸掉嘛 因为 你砸曹人的血 曹人能给曹人发牌 有这样一个男人 他杀别人的摸牌 别人杀他 他也能摸牌 他可以让自己摸牌 也可以让别人摸牌 陆迹哥只是俩局了 送了一个 陆迹哥应该尽量爆血 送橘子 这一拨下来 反对打的问题很大呀 这边我 标错了 标错了 标反了 这边打下来问题很大呀 这个陆迹应该爆血给曹人 摸橘子 这样的话呢 曹人就可以给陆迹发牌 对吧 曹人就可以给陆迹发牌 这边曹人 曹昂到处推销他的藤甲 但是卖不出去 这陶不吃要扔太多牌 吃了也就吃了 这 这款子兄弟 这次还挺有发挥的 曹人那么喜欢打齐迷 齐迷挡不了曹人的 那一下 因为是无色杀 无色杀要挡的话 只能 只能 只能往牌队顶放一张牌 亏的 这边陆迹的橘子 被搞光了 陆迹自己的橘子被搞光了 他要拿回来的话 必须要跳过一个摸牌阶段的 很伤的 相比之下 他掉鞋给队友橘子 其实不亏的 这种局面就看 谁玩的好了 拼细节了 总的来说 反贼 反贼的将面好 曹昂身边两个盾 就是曹昂跟曹人互为鸡脚 然后陆迹 也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当然陆迹自己的橘子 慢慢慢慢给打没了 就 反贼这边 连接的更紧密一些 主戎这边的话 没什么发挥的 但是陆迹橘子被打没了 那就没有了 陆迹死了 橘子会消失的 所以说陆迹自己的橘子 不能乱丢的 应该尽量 爆血去扔橘子 现在是 戒讯2 摩一七二 这边第一回合少 少放一次 有点亏啊 这边 这边陆迹是不舍得 不舍得跳摸牌 终于想起来 去委屈其他人了 但是 打这个宽悦也很伤的 打这个宽悦很难打 你每动他一下 他就能摸一张牌 有这样一个男人 别人杀他 他能摸牌 别人决斗他 他也能摸牌 在某些情况下 他杀别人的摸牌 他可以让自己摸牌 也可以让别人摸牌 太强了 这次不行了 这次要给曹阿末了 这个是 刚才是用那个审时 把那个橘子打掉了 用审时把橘子打掉了 宽悦宽良 这个审时 这个技能啊 在那个破防 这件事情上是很强的 但是呢 他不能自由的发动 那个就很弱了 总体来说 审时比较弱 剑翔还是很强的 拆简一 这个拆简一拆得漂亮 这边已经无所谓 谁是内奸了 宛如三个中 宛如一主三中 终于开始爆 早干嘛去了 早就干什么打了 这个陆基 审时 审时因跟这个剑翔 也很有配合 这边 这边曹昂跟曹仁 都是英姿的 有点厉害 陆基也有曹仁宝 现在就是曹昂 现在够不到陆基了 这一波这个 这波这个对杀 还是很激烈啊 很激烈 打万剑 但是这个万剑齐发 本身 反贼也不是特别怕 反贼不是特别怕 这个万剑 不能掉鞋 没了 这里有一点可惜 就是橘子哥 如果掉了鞋以后 再有橘子就好了 这边郭家也没判啊 郭家也没判 这曹昂竟然没有闪 讲道理 橘子哥已经很牛逼了 但是渐渐的快不行了 橘子用完了 宽约宽良这句好强啊 把橘子哥的橘子抢光了 九杀 没有了减一 哎呀 一个逃 两个逃 反得快没逃了 那一刀九杀下去 陆基就当场去世了 奇蜜忽然不传木马了 那已经要开始露出 他正宁的面目了 那这个五排木马 讲道理这个木马 这样的传法 我就知道要出问题的 怎么能这么传呢 对不对 肯定不能这么传 哎 筷子兄弟你醒一醒啊 这还能不给自己的 不过陆基死了以后 事情就麻烦了 就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突破口陆基 陆基死了以后 这事情麻烦了 远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好打 内奸一跳 哪里好打了 一点都不好打 这木马给拆掉了 木马拆掉了 哎 这个 这个奇蜜没有对 快乐快良发动 那个 听变 可能 可能内奸也觉得反得太强 想先不急着跳内 或者说跳个 跳内以后也不跳反 就跳内打不跳反打 这个太秀了 但是他想发动 那个沈时音后面的半句 把手牌解满 那是不太可能的 就别想了 就场子上的人还是都都知道这个快乐兄弟的技能的 人排扔的 真强 主持者现在已经五戒训了 这个戒训马上就要失去了 失去了这个技能我们可就亏大了呀 白给复难 然后 利用这个白给复难 一发戒训 这样我们就不会失去 你主持者玩得这么好 哎 有点溜的 有点溜的 本来这个不管我们弃谁 我们都要失去他了 我们都要失去他了 我们都要失去业余了 但是这个 对吧 因为一拖成名了嘛 拖完你就失去他了嘛 但是 我们把藏 我们给我们把内裤给他穿上了啊 这首玩得特别好 连我 连我都有点愣啊 不过 这也就只能这一次了 后面应该是要 真的要失去他了 对吧 女大不中流嘛 没有办法 哎呦 不会吧 你老是内啊 这货是内吗 上两圈就可以跳了呀 木马不传 木马没必要传 就这么卡在这里 陆基早晚死 这内奸跳完了呀 本来这局内奸其实蛮有机会的 假如他是 假如是他内的话了 两圈之后 五张牌的木马 你留在手里美滋滋 反正也不动你 主终也不动你 然后又省时 又省时慢慢控场 舒服的一匹啊 这内奸打得有点 让人失望 虽然前面的省时 省时了 剑翔了 玩得很嗨 就 就负难 然后再拆光 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羞辱性负难 这个是羞辱性负难 就是我就给你了 我给了你啊 叫给你的十倍奉还于我啊 羞辱性负难 不过失去了 我们失去了业余以后啊 我们就变弱了 我认为负难这个技能 改了以后 其实不算变强 如果负难要改强 应该是你可以选择给或者不给 那才是改强 你只能选择不给 原来是只能给 现在是只能不给 这叫哪 这叫哪门子改强 这不就是从左倾变成右倾吗 对吧 这不左倾变右倾不扯淡吗 这个强行省时啊 我们终于看到省时补牌了啊 省时补台计 其实 坏的兄弟真的是很搞笑的一个武将 就 就他的发挥 可以跟郭图对比一下 综合实力不如郭图 但是他有郭图的那种潜质 就是首先 郭图的技能比较花俏 是非这个技能比较花俏 很多人不理解是非 就有可能会那个出洋相 平时路人局的时候 是非出洋相也是常见现象 对吧 其次呢 其次就是 坏的兄弟 剑翔这个技能 他的发动频率肯定比是非要高 但是 省时这个技能限制条件太多啊 就不好用 所以综合实力不如郭图 但还不错 很好 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武将 好 那么 今天的这个 百根讲坛呢 是 结束了 结束了 那肯定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今天好像短了一点啊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 原来在今天这一期准备 拿来压台的那一局 放到礼拜一那期节目去了 是的 没错 我把黄军给我的好处 都吃了回扣了 哈哈 这也没办法 如果大家希望这个百根讲坛这档节目可以正常的 良性循环的继续下去的话呢 那还得看各位观众啊 给不给面子了 好吧 今天的话呢 就稍微早点结束吧 最近我播的也挺累的 给大家预告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本周日的晚上将会加播 加播什么呢 就是 首先明天是帝国碑 礼拜天也是帝国碑 礼拜天帝国碑播到 六点 礼拜天帝国碑是五点半开始 播到八点前结束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就下播了 但是礼拜天不会 礼拜天会从八点一直播到十点以后 播什么呢 是村长办的主播赛 村长办的主播赛 叫做老炮碑 这个名字呢 是比较逗啊 就是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看 我是选手 我是选手 不是解说 我是选手 当然了 我到时候会一边解说 一边当选手 一边解说 一边当选手 这种事情我也做的很多了 好的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 礼拜五和礼拜天再见 我们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